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对摩尔多瓦的支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基西纳乌时 承诺提供1.35亿美元 以加强摩尔多瓦的能源安全 并反击来自俄罗斯的虚假信息 布林肯还宣布 美国将与国会合作 额外提供5000万美元 帮助摩尔多瓦进一步吸引 推进能源和农业改革 并抵抗俄罗斯的干涉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 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到年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 以色列需要尽快制定战后计划 以避免混乱 红十字会与红星乐会也呼吁停火 以便人道主义组织能够进入加沙 为当地居民提供急需的援助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项 即将达成的全球健康协议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 贝塞拉乐观地表示 尽管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前 未能达成协议 但一项减轻全球致命疾病 爆发威胁的协议 指日可待 这项协议旨在防止 类似COVID那种大流行的 全球健康、经济和社会影响的重演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俄罗斯威胁加剧之际 布林肯承诺美国对摩尔多瓦的支持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周三5月29号 重申了美国对摩尔多瓦的承诺 他在访问基西纳乌期间 保证提供1.35亿美元 以加强能源安全 并反击俄罗斯的虚假信息 在周三的访问中 布林肯宣布 美国国际发展署将提供最高达8500万美元的资金 来补贴设备 以加强摩尔多瓦的国家电网 促进于罗马尼亚、乌克兰和更广泛的欧洲市场的电力贸易 他还宣布将向摩尔多瓦提供额外援助 摩尔多瓦是一个亲西方国家 正面临俄罗斯的新一轮威胁 今天我宣布我们将与国会合作 额外提供5000万美元 以进一步推进从改革能源和农业部门 到进一步反击虚假信息的努力 布林肯在与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 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将有助于增强摩尔多瓦抵抗俄罗斯干涉 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继续走上加入欧盟和融入西方的道路 并创造更多经济机会的能力 他说 布林肯的访问正指俄罗斯在摩尔多瓦分离的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军事存在 引发担忧之际 摩尔多瓦指责 俄罗斯通过干预选举和虚假宣传活动 发动混合战 旨在推翻政府并阻碍其加入欧盟的愿望 俄罗斯否认这些指控 桑杜总统欢迎布林肯两年来的第二次访问 称这是强有力的支持信号 通过团结 在合作伙伴的支持下 我们将与人民站在一起 继续前进 桑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还对美国向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以来 拜登政府已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桑杜说 也使摩尔多瓦更加安全 更具韧性 从历史上看 摩尔多瓦对外部能源资源的严重依赖 使该国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和价格波动的影响 从而延缓了其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进程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进一步加剧了摩尔多瓦的能源挑战 推高了电力和天然气价格 并造成了行业动荡 自2022年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已向摩尔多瓦提供了7.74亿美元的援助 以支持能源安全 其中包括通过美国国际发展署提供的3亿美元 北约和乌克兰在访问基西闹屋之后 布林肯将前往布拉格参加北约外长会议 美国官员表示 预计北约外长会议将大力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 布林肯周三表示 美国正在努力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以抵御俄罗斯日益加剧的攻击 但是布林肯和拜登行政当局的其他官员表示 华盛顿不鼓励或允许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袭击俄罗斯境内 乌克兰必须自己决定 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保卫自己 布林肯说 我们将确保他拥有所需的装备 本周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 敦促北约成员国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一些限制 这可能使乌克兰能够直接使用西方武器 对俄罗斯领土进行打击 斯托尔滕贝格周一 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北约会议上表示 自卫权包括打击乌克兰境外的合法目标 美国将于7月9日至7月11日在华盛顿主办北约峰会 布林肯表示 在乌克兰进一步融入北约联盟方面 将会出现非常有利的成果 32个国家已经达成或即将达成与乌克兰的双边安全协议 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站主任 以色列官员预计与哈马斯的战争将持续到年底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停火之际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 他预计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将持续到年底 国家安全顾问扎奇·哈内格比 周三5月29日对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表示 我们可能还需要7个月的战斗来巩固我们的胜利 并实现我们所说的摧毁哈马斯的力量和军事能力的目标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访问摩尔多瓦期间表示 以色列需要尽快制定战后计划 而没有这样的计划可能会导致混乱 我认为这凸显了制定战后计划的必要性 因为如果没有战后计划就不会有未来 布林肯告诉记者 如果不这样 哈马斯将掌权这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不这样 我们将陷入混乱 无政府状态和真空 以色列军方周三表示 三名乙军士兵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被打死 当地居民还报告说 以色列发动了新袭击 而哈马斯称其向乙军发射了火箭弹 就在最近发生袭击事件之际 红十字会与红星乐会国际联合会表示 加沙需要停火 人道主义组织必须能够获得准入 来向经历近八个月战争后 急需帮助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 我们已准备好发挥作用 我们必须获得准入 该组织的主席凯特·福布斯 乃告诉路透社 并补充说 要获得准入就必须停火 福布斯还对美联社表示 一些迫切的问题需要得到快速解决 例如营养不良和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 但这将是一场马拉松 因为需要数十年的援助 来让加沙和那里的人民复苏 福布斯告诉美联社 美国周二对以色列周日进行的空袭 表示深切关注 空袭造成至少45名 在拉法一处难民避难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200人受伤 美国表示已敦促 以色列进行全面调查 这些画面令人心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告诉记者 他说虽然以色列有权力打击哈马斯 但也有义务在展开行动时 尽一切可能将平民伤亡降到最低 米勒说 我们将继续向以色列强调 他们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尽量减少其行动对平民的影响 并最大限度地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他还补充说 以色列军方已承诺进行迅速、全面和透明的调查 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些结果 他说 以色列军方表示 正在调查周日可能因以色列袭击该地区储存的武器 而导致的难民营火灾 一名军方发言人周二表示 袭击中使用的碳药很小 不可能引发大火 加沙卫生部表示 袭击导致流离失所者避难区的帐篷起火 以色列称在袭击中打死了两名哈马斯高级武装分子 我认为这非常清楚地表明 由于平民伤亡的风险 在包括拉法在内的加沙人口稠密的区 进行军事空袭存在挑战 美国国家安全通讯顾问约翰·科比 在谈到以色列初步调查结果 火灾是由二次爆炸 而不是初次袭击引起的 是指出 联合国安理会周二下午 因阿尔及利亚的要求举行了闭门会议 讨论袭击事件 会后大使阿玛尔本贾玛告诉记者 阿尔及利亚计划很快就拉法问题 穿越一份决议草案 一份简短的文本 一份制止拉法杀戮的决定性的文本 他说 美国之一因为看到的文本说 决定占领国以色列 应立即停止其在拉法的军事进攻 以及任何其他行动 他还要求实施得到所有各方尊重的立即停火 并立刻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周二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无情的暴力必须停止 并再次呼吁人道主义停火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南民救济和工程处周二表示 在过去三周内 在以色列的攻势中 已有超过94万人逃离拉法 另有10万人因加沙北部的战斗而流离失所 内塔尼亚胡一再表示 以色列需要在拉法发动攻势 以实现其确保哈马斯无法在加沙活动 并在今后威胁以色列的目标 卡塔尔外交部周一表示 此次袭击可能会使调解陷入僵局的停火谈判 和释放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的努力 变得更加复杂 以哈战争是由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引发的 据以色列官员称 这次袭击造成1200人死亡 约250名人质被劫持 据加沙卫生部称 以色列随后的反攻造成 三派61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平民和战斗人员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之音、白宫驻记者、韦达库斯瓦拉和联合国事务记者 贝希尔对本文已有贡献 美国官员 一项减轻未来大流行威胁的协议指日可待 美国之音中文网 尽管谈判代表未能在本周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前 达成一项关于大流行的协议 但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仍然乐观地认为 达成一项减轻全全球致命疾病爆发威胁的协议指日可待 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协议的要素已经呈现在桌面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到乐观 因为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协议 现在只是对其进行微调的问题 以确保各方都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虚线上签字了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 泽维尔而贝塞拉周三 在日内瓦举行的简报会上告诉记者 虽然令人失望 但贝塞拉表示 经过两年半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并不奇怪 谈判永远在继续 他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正确看待这一点 你不会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国家 你不会在一夜之间建造一座帝国大厦 这需要很长时间 你能说出一个一夜之间就取得的重大国际成就吗 他说 我认为有明确的共识 即如果另一场大流行来临 我们不能让现状降临到我们身上 他的观点反映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 This was my braces 的观点 谭德赛周一在世界卫生大会的开幕词中 向代表们保证谈判正在走上正轨 并没有失败 当然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次卫生大会上及时就协议达成共识 并越过终点线 他说 但我仍然相信我们仍然会的 因为有质者是进城 世卫组织表示 截至4月13日 已有710681人死于COVID-19疫情 未够29个国家和地区共确认了7104753.890例病例 贝塞拉指出 对全球健康的威胁 对更广泛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没有健康就没有稳定 没有健康就没有安全 如果没有健康 世界各国就不可能强大 贝塞拉说 摆脱COVID是我们的主要健康优先事项 他指出 美国总统乔·拜登致力于达成一项关于大流行的条约 他说 当拜登总统上任时 我们在美国每天都会经历2到3次 9到11事件造成人员伤亡的数字 这就是我们起步的地方 今天我们可以不戴口罩四处走动 我们正在以治疗流感的方式对待COVID 他表示 现在不是自满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意识到另一场大流行可能正在向我们袭来 我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美国的禽流感 我们不知道要多久还会发生另一种COVID类型的悲剧 我们不想等待 他说 大流行条约的症结包括 在共享有关导致大流行的病原体的信息 在国际突发事件期间 全球共享疫苗和药物的方案 以及为建立监测系统提供资金方面的分歧 世卫组织表示 各成员国已同意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继续努力 制定世界上第一个大流行协议 以防止COVID-19大流行的全球健康、经济和社会影响的重演 本周我们的确有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 美国卫生部负责全球事务的助理部长罗伊斯·佩斯说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走到一起 找到妥协和共识 我认为我们谈论的是还剩下什么要做的 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充分谈论了为达成协议所做的工作 因此,无论本周的结果怎样 我们都需要一些可交付成果 哪怕只是为了保持这种势头 以便继续进行任何其他工作 我们不应该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离开日内瓦回家 不是在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 佩斯说 贝塞拉部长对此表示同意 并表示 他不认为在大流行病条约的基本要素方面 存在实质性分歧 更多的分歧是关于它们是如何包装,如何定义的 人们普遍同意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以便准备好应对可能遇到的任何流行病 贝塞拉说 我是移民的儿子 乐观是我的DNA 所以,我相信我们会完成这件事 因为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已经走到了目前的地步 但却没有完成它 这将是悲剧性的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他说 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总有些事情会让我们陷入困境 我们则需要做好准备 史莱因从日内瓦为美国之音做报道 特立独行的艺术囚图 意见雕塑家严正学病逝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持不同政见自由派艺术家严正学 六四周年纪念前夕 在北京病逝 享年八十岁 他曾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 多年来严正学一直为弱势群体维权 一直遭受中国当局打压 曾多次被囚禁 强制劳教 他为文革期间被政治迫害 并处死的林昭等人所创作的雕塑 至今人为人所津津乐道 严正学自去年八月突发脑梗入院后 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 近日好友证实 严正学五月二十八日凌晨 在北京家中因心肺等器官衰竭而去世 严正学告别式 在其离世后两天举行 他的女儿严颖宏向美国之音透露 父亲的告别式将于三十二上午在北京举行 严颖宏说 父亲卧病已久 对于他离世早有心理准备 由于严正学身份敏感 加上临近六四 估计告别式会相对冷清 严颖宏说 很多人可能都不能来吧 特别是他严正学比较好的朋友 甚至有人提议不要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告别仪式 我也不可能因为什么六四纪念日而不能去举行告别仪式 其实马上就是那一天了 心理准备当然是有的 患病期间那么长时间的护理 过程很艰难 据了解严正学自去年九月出院后一直在家里休养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好友出院后病情曾一度好转 高瑜说 出了院后 他的身体逐渐康复 开始是只能眼珠子动一动 后来朋友学运领袖 季风给他请了一个民间的针灸的一个朋友 针灸后病情好转 还能简单说话了 能做起来 最近获悉他的病情又再往下走 而会针灸的这个朋友不在北京 结果28号早晨 季风接到严正学女儿的讯息 高瑜说 严正学的告别式在他去世后两天就进行 不排除是当局刻意安排的结果 高瑜说 25号全国都进入六四时间了 今年又是35周年 上岗的上岗 被旅游的被旅游 有几个人能去送别他 我想象到时人不会多 而且肯定的是 昌平殡仪馆周围全是警察和便衣 被劳教期间仍坚持创作 生于浙江的严正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 进入当地美术学院附中学习 文革后历经十数年流浪画家生涯 他被中国美术史界成为中国大陆最早的职业画家 六四事件后他投入行为艺术 九十年代定居北京成为圆明园艺术村首任村长 其后他以行为艺术起诉北京市公安局侵犯人权 被送进设于北大荒的双核监狱强制劳动 幸运的是 当年严正学被劳教期间争取到有限度的创作空间 当时的作品至今仍被高瑜所津津乐道 其中一幅作品更源自严正学被预警以电棍电击 高瑜说呆坐了很长时间后忽然间他端起一碗墨汁 用排笔在宣纸上画了一个粗黑的黑框 然后用清水泼过去以冲刷撕心裂肺的痛苦与煎熬 在浓墨散花的纹理中显示出他不屈的灵魂 渴望的一片光明 破完墨以后他又勾画出中间的人性 周围又画了被群狼环绕这样一个情况 这幅作品取名《羽狼共舞》 为了把羽狼共舞和其他作品带出监狱 严正学费尽心思 高瑜说 当年画成之后才成一尺剑方的小方块 分别用食品的包装袋严密包好 趁严冬扔进茅测 当年监狱的画分池都在高墙外 由育友出狱时 凿开冰冻的粪便挖出来带回北京 到了北京 他再重新装表 当局拒绝让林昭向公开展览 严正学的画作和行为艺术独树一致 使他扬民国籍 却因此触动当局神经 2006年 严正学被裁定犯有 三栋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三年 出狱后 他坚持一贯的创作理念 林昭、张志兴两座塑像成为他的代表作 2018年 严正学几经与警方交涉后 在国宝和警察全程监控下 以个人名义在宋庄举行画展 展出多幅上世纪90年代狱中的作品 不过 他最为人熟悉的作品林昭向 则被当局要求不得公开展览 身在美国的异议人士 杨海对美国之音表示 林昭向奠定了严正学 在艺术殿堂的地位 杨海说 张志兴和林昭都是女性 以前都是共产党员 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觉醒最后被枪杀 而且是被虐杀 两人都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被虐杀的代表 严先生为两个女性塑像 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杨海说 严正学的骨气使他感到钦佩 杨海说 他是一个觉醒的 有良知的 为正义不断抗争的艺术家 成为一代艺术家当中最有骨气的一个人 几十年来 他被酷刑 被抓进监狱 甚至还判刑过 老人家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 仍然对人权事业倾尽全力 季峰曾评论他说 他的艺术过程 就是一个艺术家从生到死 反抗挣扎的过程 严正学去年夏天住院期间情况危重 陷于重度昏迷 却仍被国保上岗 八九学云领袖季峰前往探视时 遭不明身份人士驱赶 季峰在网上公布严正学死讯时 赞扬严正学特立独行 敢作敢为 他说 严正学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用独特的批评形式 来表现现行制度设计的缺陷 并决绝地与之抗争 他一系列起诉政府的行动 给他带了数不清的迫害和打压 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艺术囚徒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